记录生活,分享美食 欢迎你来到御膳房美食生活 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是有特点 有非常好吃的茴香饺子 一起来看看吧 取出适量面粉 加入少许的盐 以增强饺子皮的口感 加入冷水或温水 边倒边搅拌成面絮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取出要用量的虾 解冻,剥壳,去藏 再切碎后放入肉碎中 小菜园里的茴香长得绿油油的 鲜嫩诱人 今天就搁上一些 用它来包茴香的饺子 它可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哟 把割好的茴香 反复的清洗干净后 沥干水分 切碎放到了肉碎中 现在开始调馅了 加入适量的姜末 五香粉 盐 糖 生抽 以及香油等 如果肉碎过瘦 可以加入些玉米油 充分的搅拌好后 馅儿就调好了 调好的馅儿已经是很香的了 近来事情很多 饺子也是在忙里偷闲中做 因为家人要赶时间 我就一边烧水 一边快速的先包好一部分 这部分包好后 水开了 就开始煮饺子了 当锅再次烧开 转中火 补充一两次少量的冷水 当饺子远固起来 并感受到皮与馅儿的分离 饺子就煮好了 急不可待的人可以开吃了 咬上一口 鲜香无比的馅儿中 还略带有汁 真是太好吃了 在我刚刚如约去银行 办了一项重要的业务后 回来继续包我的饺子了 把面团变成饺子皮 再把饺子一个个的包好 对我来说 轻车熟路 如果说 这算是一种生活技能 我想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让我从小就参与其中 现在我在包我习惯的另一种包法 简单而有特点 记者第一次在北京吃回香饺子 就喜欢上它了 回香属于温和性食物 有调理胃藏和改善手脚冰凉的作用 马上一个个气质如我的饺子包好了 一次吃不完的 可以放入密封盒里速冻 有人说想吃煎饺子了 那就煎上一锅吧 锅中倒入一点点油 把饺子摆放好 用中小火煎至底部定型后 加入饺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深度的水 几分钟后 饺子熟了 水也收干了 这样煎出的饺子 上软 底酥 口感好 口味棒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